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上很多人冒充我假眉爱生活或假眉三九的生活记录 而且是我的头像在各个的博主下面去留言 说的那些话好像以我的口气是说话的 在这之前呢我已经在发表一个声明了 发表的声明就说我以前的假眉三九的生活记录已经作废了 现在有用假眉假眉爱生活 再一个来冒充我去留言 我打开以后一看呢他们只有二十几个粉丝 就二十几个粉丝都非常的少 这个呢我已经我都留下了啊 将来我可以啊 以这个为证据 请这些人啊不要拿这个悲劣的手段 去搞这个阴谋诡计 我说是你们看我的视频 你们可能也都在看我的视频 从我几个粉丝 一直到我上万粉丝 我搞过这阴谋诡计吗 我搞过这龌龊的事吗 你们觉得这些人不龌龊吗 冒充我 去到别的博主下面去留言 你看留言说的都些什么 你们难道不是个漂亮小丑呢 难道你们不是在搞阴谋诡计吗 总说别人在搞阴谋诡计 难道你们这事就是光明正大吗 还有好多都说的啊 有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 你哪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你们可以给我拿出证明来 某某博主这事那事 我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你比方说我在直播间和我视频里 我拍的视频 哪句话说到某某博主了 接过某某博主的任何一个隐私了 没有 从我嘴里是不可能说出任何一句话 我也不会去说 至于别人去怎么说我管不了 这什么话从别的嘴里是怎么传出去的 我不知道 由你自己去想 不要去赖在别人水里 可是啊 有些博主 什么话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这就是从别人嘴里说出和你自己说出嘴里 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都有事实 我这事实都有 我们的你的每一篇的东西 我们都有记录 我们都有记载 你也可以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你可以把我的任何一句话拿出当证据 我是事实啊 事实摆在面前啊 那咱们拿事实去说话 今天呢 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啊 也是啊 给广大的朋友们啊 再次阐述一下 请你们有些人啊 不要拿出卑劣的手段 用我的号去到别处去留言 都是不堪的语言啊 我假媒没有那么龌龊 我假媒都一千多个视频 你们都可以去查 我说过谁吗 我讽刺过任何一个人吗 你们都可以拿出当证据 好吧 在这儿我也想 给再次感谢啊 支持我的朋友啊 支持我的网友 谢谢你们 素无相识的这些朋友们 在头条或者在视频都在力挺啊 不是力挺我 而是说一些客观真实的事情 再次我感谢你们 我觉得哈 他们都是公正客观 反映了网上的这些乱象 我也是被网报时间最长的一个博主 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认为 广大的网友 朋友们 眼睛是血亮的 谁是谁非 每个人都有 分辨是非的能力 其实有些事情 不必我在网上多说什么 让事实去说话 时间来证明这一切 好 今天视频我就录到这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